臨時十二點 立委秋顯智在昆瑜廢氣 掩埋場現場 跟黑衣人爆發衝突 但黑衣人依舊是站在臺上錄影搜證 這期抗議已經從白天煙燒到凌晨 因為燒早才爆發 嚴重衝突 苗栗龍生的鄉民反對昆瑜廢氣物 處理場進入家園 直接以肉身擋車 即便警方派出大批員警隔開 雙方 但現場民眾死守入口 一有車輛進出 雙方就激烈叫囂 到底在吵什麼 整起事件要從昆瑜廢氣物 掩埋場在去年十二月申請試運轉 但環保團體質疑 掩埋場計畫 違反農地變更法規 苗栗當地的居民 更怕廢水排淨 污染家園 污染到大潭調整池 但是昆瑜公司強調計畫一切合法 不滿村民擋住出路口 更認為園警沒有好好的慣例秩序 不讓我的車進去 沒關係 我馬上 我就知道你們組織 把法 把那臉拍進去 我們是合法納稅的公司 但是呢 就是被這些地方 惡霸這樣子擋入 導致我們現在的檢測車輛 也都沒有辦法進來 苗栗一部分的村民十七號 也跟立委到國發會抗議 要求廉政署調查 苗栗縣府是否有涉嫌圖利 昆瑜公司 華時新聞綜合報導 好 そう 這次我看了 好 好 好 那 對 好 來 好